国内的政坛发展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积极备战2024总统大选 今天他召开记者会 他高喊 相信党魁朱立伦会公正处理 他也有信心自己民调最高 唱国歌熏读古副遗诏 还准备PPT简报发表访日成果 等着来一门票拼总统大卫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被问及传出党内友谊征召侯友宜 这样会觉得被先人跳吗 先是开玩笑 带着曾馨营出席记者会 一套粉红色西装非常香艳 想朱立伦生生患 但想拼大卫的他能接受后锅配吗 一场记者会下来 无论是侯友宜或称呼侯市长 郭台铭只字未提道是谈到柯文哲 我们是个老朋友的 非常顺畅的沟通管道 那么我认为 我很多地方可以跟他学习 是要吸引中间票员吗 只是传出访美前郭曾想拜会马英九 却遭拒绝 我的秘书把我手机给没收了 不然我现在可以打个电话给他 来证明一下 他会接我的电话 谣言之将来会不攻之破的 谈言暂时没计划访问对岸 不过会推进和平经济发展 继续聚焦了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了 那么明天就要出访新加坡 今天忙着捍卫清白 也来看看他如何回应 是否被爆料拿出500万元 借助乔选情 正面回击遭爆料 曾想拿500万搓汤员乔选情的传言 侯友宜态度转为严肃 也希望风波就此打住 因为明天他就要率团出访新加坡 但这时间点又遭质疑 太过巧合 这让人不免怀疑 这趟出访新加坡行程 根本就是在帮侯友宜 要去避风头 他因为他们不敢正面回应 找定案的一个行程 所以不会像议人说的 我们临时起遇 就想去新加坡 而且去逃避某件事 市府也驳斥9年前 时任副市长的侯友宜 从未担任过任何选务工作 不过这趟早已定案的新国之旅 似乎也表示国际外交学分 侯友宜早就开始补习 我们会去参访南洋理工大学 也是新创的基地 除了参访新创的基地 也会拜访新加坡的公司部门 被视为2024总统大选 起手式的出访 是否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侯友宜并未正面答复 不过看到柯文哲访美 现在进行事 未来赖清德也不排除 以出访友邦名义过境访美 甚至接连出访美国日本的郭董 也来前后夹击 全国两件商业的同胞 对郭台铭要有信心 郭董说他要走新中间路线 那市长您未来的路线会是什么 我这一生 不提美中强国 毕竟唯有忠贞爱国 不会出错 好多人都在等这个答案 到底谁会披上蓝袍 挑战2024总统大位 现在发言的就是 国民党立委杨琼英 他说或许可以从一个新角度去思考 采取猴郭双箭头 奔进合集的概念 请教婷婷 来应到底要推派谁 作为最适合2024的总统人选 可以看到现在有两颗太阳 一位就是新北市长侯仪 另外一位就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现在各方也来献策了 包括国民党立委杨雄英 他首先点出了侯友宜的优势 就包括了长期迷到最高 有高的信任度 而且相当的接地气 另外还有长期的行政机优的资历 另外他也指出了郭台铭 是一位经济科技专才 有强大的国际企业人脉资历 同时点出了在推展台湾的国会外交上 他相信郭台铭是相当有实力的 所以他表示面对擅长选战的民进党 泛兰应该采猴郭双箭头 分进合集的概念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参选总统 另外郭台铭则负责领军国会 可以看到他指出国民党 一举拿回行政与国会的双主权 新政府上任之后才不会陷入搏脚 如果推动侯郭双箭头的整合 是对台湾未来的负责表现 那么接下来还要请教婷婷 来分析这份民调 就是正传媒公布 最新的总统大选民调 国民党党内互比的结果显示 有35.3%的选民 支持新北市长侯友宜 但是在众多的交叉比对方面 现在看到就是赖清德 依旧民调最高 所以在2024的脚步越来越近 可以看到各派系 还有各个政党 现在也都赶快的来加紧脚步 由民进党现在已经确定了 要推派党主席 同时为副总统赖清德 来批绿袍上阵 而目前民众党预计也是会推派可文哲 那至于蓝银的部分 现在还在等待当中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正传媒的最新民调 也针对撒喀都来进行着相关的民意调查 那如果来看到 如果蓝银是推派侯友宜的部分 他的支持率是达到了24.4% 还是低于赖清德的38% 另外如果是推派了郭台银 他的支持率还是比侯友宜小数一点点 不过可以看到 这个撒喀都民调当中 柯文哲的支持率是相当稳定的 是占了约19% 但是如果没有踩撒喀都的部分 是进行了蓝绿的直球对决相争 可以看到如果只有赖清德 对上了侯友宜 他可以达到了44.4% 后裔只有39.6% 但是如果是对上了郭台银 赖清德支持率 还是会比较高的来到46% 但是郭台银只能拿下了37%的支持率 所以等于是什么蓝银 无论是推派侯友宜 或者是郭台银 暂时这个最新民调 是显示没有办法赖清德的 但是来看到在蓝银党内的民调互比 目前侯友宜的民调 视为最高的35.3% 第二名才是郭台银的19.4% 那另外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只有2.7% 那党主席朱立伦只有1.9% 但是在蓝银党内 有大概11.3%的认为 派谁都没有顺选的机会 另外还有将近三成的人 暂时是还没有表态的 想选总统的还有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那他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 也带你来看看 南韩大学生抢着发问 要问他什么 在谈美中台关系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到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 台下早就迫不及待要提问 为了抢到发问 这位大学生手拼命举高 好激动 原来要问这个 韩国人关心韩战后 台湾乔治华能否恢复身份 最后还是无解 但也有人关心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当然选总统是基本题 如果你2024没有选上的话 你2028还会继续坚持选吗 你要期待我今年就选上 明年就一次就选上 100位学生出席发问永悦 有人勤作笔记 要听柯文哲怎么谈第三势力的崛起 用简报秀出2024 蓝绿主要竞争对手 只是这场活动主办人 也是国民党青年团副总团长 党会别在胸前 态度却很低调 还有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 也受邀 学生们对柯文哲的提问 是相当踊跃 从柯文哲选总统到台积电 通通都有 但柯文哲的解答他们满不满意 或许从他们的反应就可以知道 以上是TVBS记者华松平 林皮来自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 更多的政坛话题 我们带你来看 这是民进党的立委初选 监委大战 画面上你看到 就是王世坚他哽咽 眼眶泛红 到底有哪些委屈不好说的 连线记者 严陈轩 好 时续带你来关心 下午王世坚议员 在壮瑞总委员的陪同之下 又要进行车扫 不过刚才王世坚松口表示 前天其实差一点就放弃初选了 来听他现场最新 遇到这种毁灭式的污蔑 这个我无法接受 没想到说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结果专门会想站出来听我 不愧是好朋友 他现在二十几年的好朋友 他对我拔雕相助 要不然我说实在话 我前天差一点放弃掉 看到王世坚的神情 于是眼眶泛红 他表示说因为初选打到这项事 的确是被抹黑等等的 他觉得的确有些太夸张了 不过同样陪同的庄瑞雄 今天对于前天的下三赖 有最新的回应 他也痛批何志伟 来看现场最新 他不要讲一些假话 让人家很生气 我就说他没有反省 这一场我不是主角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 参与他们这场竞争 我是他的竞选手法 我看不下去 他家全部都是钱 都是用钱砸上来的 好 可以看到王世坚议员 及庄瑞雄委员 今天两个人下午的心情 是都比较激动了一点 不过他们强调 虽然初选的时候 是有一些分裂的 但是强调选后 两人都会一起团结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在政坛上面有个话题 就是巩固了一些 艰困的选区的话 其实迎面会比较大 先前民进党就有三位的立委 宣布退选 说不会争取连任 对于未来的蓝绿版图 会带来哪些影响 请叫婷婷 民进党立委初选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在部分选区更是扎得刀刀剑骨 我们来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初选 是采用全民调的方式 而在4月17号到23号 这个部分第一阶段的 加户电话民调已经进行当中了 要处理的就是八个选区 另外六个选区 则是在下个星期 他们将会米平14个选区的争议 在特定的选区来进行征召 由于是采用全民调的方式 所以厮杀也是相当的激烈 看到就包括了台北市的 士林大同选区 可以看到王世坚对上了何志伟 另外台南是由现任的赖会员 杠上了挑战的郭真惠 两位其实都是赖系的子弟兵 但是处理了这些选区之后 民进党其实头也蛮大的 因为还有其他的选区 现在面临并没有人来登记的 一个情况 来看到退选潮确实跌破眼镜 就包括了堪称 是基隆最强候选人的 现任立委蔡世印 他虽然已经挺过 他的博士论文风波 同时他其实也连任过 两届的立委 也曾经角逐过基隆市长 而且他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表现 是令人觉得非常亮眼的 不过可以看到 他在三月的时候宣布布选2024 有个说法是不是因为 他在基隆市长这个选举上面的败选 所以可能失忆了呢 另外一位就包括了 新北的中和选区的 现任立委江永昌了 可以看到中和其实对于 绿营来说是艰困选区 那过去江永昌 由于他是议员出身 所以他也生根了很久 但是在登记的最后一天 他都没有现身来登记初选 有个说法是不是因为 他的家庭因素 另外一个有可能原因就是因为在莱猪 相关的议题表决上面呢 其实江永昌是没有表决的 所以就被律营来质疑他是否是跑票 所以呢也给他陈储 也让他离开了财政委员会 至今呢是并没有解除的 是不是就让他呢有心晦意冷的感觉 另外呢还有包括最蓝的艰困选区 也就是沟雄的左营男子区了 可以看到呢沟雄的市任立委 刘世芳呢他其实过去打败包括像是张显耀 还有黄昭胜他连续担任了两届的选区立委 过去呢更是前沟雄的副市长 但是在四月的某一天呢他宣布退选 也是让外界感到相当的惊讶 他对外的正式说法说是一位健康因素 但是外界还有诸多产测